大家好,我是马丁 一个专注成为越南通的香港人 今天我要和大家谈一下 美国和越南之间的关系 以及美国最近将越南标签成为货币操纵国 对于投资者来说有什么影响 其实今年我就打算去越南做一些投资 可能是房地产、股票 又或者一些生意的项目 相信你们某部分人 其实可能已经在越南买过楼 甚至做过投资了 风险和回报永远都是我们最着重的两件事 我说三个重点 第一,越南成为货币操纵国 可能对于投资者来说是一件好事 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文件显示 美国贸易代表处的官员 其实认为当局将越南盾人为的 压低了8% 汇率便宜了 自然就令到越南的方 在国际市场上更加有竞争力 出口的数字自然提升 就着这件事 美国就要求越南 尽快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 说得直接一点 美国是要越南盾升值 当然 越南不可能用一个一刀切的方法 容许越南盾自由兑换和升值 我估计 越南会参考中国的做法 用一个循序渐进的方式 容许越南盾慢慢升值 减少它的外汇管制 最终越南盾自然就会进入一个上升的轨道 如果之前你还担心越南盾 会面对一个汇率下跌的风险 我相信未来这几年 你都可以松一口气 第二 我问你 美国为什么要将越南 标签成为货币操纵国 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 是一个传统商家佬的思维 美国自从2016年开始就和中国打贸易战 全球制造业的公司都为了减低贸易战的负面影响 而将厂房从中国搬到越南 越南对于美国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 就在同期不断上升 反过来想 美国标签越南成为货币操纵国 其实间接承认了越南的出口竞争力 对于美国构成一定的威胁 事实上 越南在2020年里面 全球少数国家仍然络得经济正增长 我和一些在越南做Marketing生意的朋友谈过 他们说外国企业进入越南市场的数目 一直有增无减 所以我预计会有更多公司 将工厂搬到越南生产 又或者设立地区办公室 这个趋势是不会变的 美国对越南的政策负面影响也非常有限 第三 将越南标签和美国的地缘政治政策息息相关 现在一些美国政客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要阻止中国崛起 基于越南的历史和地理位置 美国其实是极度需要越南在东南亚南海地区去制行中国 我们做投资需要选择一些拥有良好战略位置的国家 利用他们本身的优势 和国际间需要他的背景 东南亚国家里面 例如新加坡 越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预期越南会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继续游走 利用互相之间的不信任吸引到更多投资 这个对于我们想去越南做投资的人 可能是一件好事 总括来说 我对于美国和越南之间最近这几个月发生的事件 抱着一个乐观的态度 不知道你们又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和我们一起谈一下 如果想继续紧贴越南新闻和我的看法 就记得订阅、赞好我的频道 好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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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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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